在今天 幸福公園正式請右 屏東的這個幸福公園停車場 正式請右 請揭牌 幸福公園既地下停車場陸續揭牌後 屏東縣長潘莫安與縣長貴賓們 一同參觀停車場與公園 未書解屏東市區內停車供給不足問題 縣府向交通部公路總局 爭取補助並配合地方自仇後 建置地下兩層停車空間 提供276格汽車停車位 不僅有10座電動汽車充電設施外 更以智慧停車作為整體設計規劃 這個當年從一開始還有土地的波用 土地的借用的協調 最後交通部幫我們出停車場的錢 教育部體育署幫我們出購農公園的錢 總是很感謝行政院很多的單位 一起的參與 然後在我們屏東市現在最需要停車場的地方 現在最需要共榮公園 的地方建一個這麼漂亮 還可以這麼快就建立一個幸福公園停車場 然後除了停車場地上層 縣負責令向教育部爭取補助 並配合自酬款打造一座共榮市公園 床內不僅有溜滑梯沙池鞦韆區 更建置以飛機造型的攀爬架 讓幸福公園不僅可停車 還有許多老少嫌疑的設施 那為了讓解決整個徹底解決停車空間 再增加公園綠地 特別謝謝行政院蘇貞昌院長 特別做了協調 由周春美委員來協助 把原來國防部的建改基地 這個地方在彈簧區的地方 作為地下兩層的立體停車場 可以停放276部車 然後地上作為共榮公園 速度超快 那這個過程也特別謝謝 這個蘇院長 親自多次來督軍以外 那甚至則由幾個中央部會 負擔彼此來分擔 然而為提供孩童安全遊玩的環境 公園內配有保全24小時全日巡查 接場內接事系統一同步連線警察局 以營造幸福又安全的兒童天地 而除了幸福公園的停車場外 包含屏東煙場 屏東舊酒場等停車場 都是在今天啟用 希望能有效紓解周邊停車空間不足的情形 屏東新聞不提依劉建榮採訪報導